美股不缺新鲜事 大家好,我是阿吉 欢迎来到美投凯新闻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吉 今天的市场像是坐了趟过山车 本来早上还在上涨来着 结果下午全还了回去 差点全线收跌 最终,标普500跌了0.74% 纳斯达克更是因为科技股脱累 跌超了2% 只有道琼斯指数艰难避免了下跌 涨幅为0.01% 板块方面 今天能源医疗板块领涨 涨幅都超过1% 通讯交流板块领跌 直接跌了4.75% 拖累纳斯的科技板块也不好过 跌了2.23% 今天早上的市场 情绪还是挺激昂的 这可能和加拿大央行有关 为什么这次加拿大央行 能够给市场带来这么大的惊喜呢 等会我们就来看一下 另一边 日本最近可是各种迷惑行为 又是干预汇率 又是印钱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对经济又有什么影响呢 应大家要求 今天会分析一下谷歌的财报 最后也会点评一下 今天盘后出财报的meta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如果你今天一直关注市场 可能知道 上午的市场 股市还是一路上涨的 而且涨幅非常明显 到了下午 又被大科技的糟糕表现 给拽了下来 那么为什么上午股市 会有如此强劲的上涨呢 这很可能跟美国的亲密邻居 加拿大央行的加息决议有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加拿大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美国又有什么影响呢 今早10点 加拿大央行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和之前市场预期的75个基点不同 加拿大央行这次突然踩下了刹车 只加息了50个基点 这突如其来的放缓 也给市场一个惊喜 所以受此消息影响 加拿大股市TSX直接拉上了1% 连带着美股也一起上扬了 标普500一度涨超了1% 就连被谷歌和微软拖累的纳指 也大幅反弹 差点转率 在之后的记者会当中 加拿大央行的主席指出 虽然加息周期还没有结束 超过三分之二的物价都涨超了5% 但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指标 都停止了上涨 这是个乐观的信号 面对记者对于央行滞后性的提问 主席表示 我们采访了很多企业 这些企业主都认为 未来自己产品的提价幅度会降低 这可以算是一个先行指标 也在我们的考量当中 代表着价格确实是在下降 除此之外 加拿大央行也公布了 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测 和上次7月份的报告相比 央行下调了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其中2023年的下调最为明显 美国的经济2023年经济增长 从原来的1.1%下调至了0.2% 欧洲的经济则直接从正的1%下调至负的0.5% 这次下修也反映了这段时间的经济变化 通胀比想象中顽固 所以各大央行都尽可能的提前加息来抑制高通胀 这就会使得明年的经济增长变得缓慢 但有意思的是 在加拿大央行眼里 美国的经济明年依然是正增长 这在我看来就是他们认为美国会实现软着陆 如果反观美国历次衰退 情况较为严重了几次 都让全年的GDP出现了负增长 这就包括了高通胀的1970年代 70年经济下滑了0.3% 7475年经济下滑了0.5% 而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时期 美国经济则下滑了2.6% 很显然 加拿大央行不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这样严重的衰退 我认为这次加拿大央行的加息决议 对于美股投资者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上周五 美联储难得地放出了加息放缓的信号 旧金山联储主席Mary Daly就表示 美联储需要开始考虑如何退出紧缩周期了 而有一些联储官员同意 12月不一定要那么激进的加息75个基点 也可以只加50个基点 现在加拿大央行已经背离预期开始放缓加息力度了 市场认为这可能是对于美联储加息决议的一个提前预兆 目前CME的数据显示 12月份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 从原来的60%已经下滑到了39% 而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则上升至55% 就连11月份的加息预测都出现了松动 原本50个基点的概率几乎为0 现在都有11%了 最近市场反弹的逻辑 就是在期待下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可能会放缓加息 目前种种迹象确实在不断印证这一点 除了上面说的加拿大加息决议和CME的市场预期 我们昨天预测的美联储将会受到更多政治上的压力 今天也被印证了 美国参议院布朗就给鲍威尔写了一封信 提醒鲍威尔要注意美联储的另一个目标 那就是保持充分就业 打击通胀不能伤害工人 言外之意就是美联储现在加息已经差不多了 得考虑考虑收手了 而布朗是参议院中银行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他说的话应该有一定的分量 不过阿基还是维持我以往的观点 现在期待转向还为是上早 尽管最近种种迹象都表明美联储有放缓加息的可能 但也不过是可能而已 目前悬在市场上的两把刀 通胀和失业率也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 任何一个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都有可能把市场带回到之前的悲观情绪当中 现在市场这么乐观 对于控制通胀来说不一定是好事 我反倒认为 下周美联储的会议可能会把市场的热情按下去 不然市场的热情就会削弱美联储的紧缩效果 这肯定是他们不想见到的 前不久 英国前首相特拉斯的迷之操作 让整个英国的金融市场变得一片混乱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日本现在的经济也处于一片昏乱之中 也在做着一边印钱一边收钱的事情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要是出了问题 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小叙 那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它对全球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阿基给大家分析一下 今早 日本媒体共同通讯社报道称 最新的政府刺激计划将会高达67万亿日元 相当于4540亿美元 这个计划将于月底推出 旨在帮助消费者应对通胀 激励企业涨工资 并趁日元贬值时期 推动出口和外国人来日本旅游 日元从去年年初已经跌超了30% 是自1998年以来的新低 阿基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 就表示要趁这个时候去日本旅游 日元贬值对日本这样的出口大国是一件好事 因为企业出口的产品在其他国家的眼中就变便宜了 但最近实在是扁得太快了 反而让它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根据日本统计局的数据公布 9月日本的CPI高达3% 这对一直都在通缩的日本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变化 而这突如其来的高通账 就让民众很不满 降低了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 所以他决定提出这项经济计划 但让我非常迷惑的是 这个计划好像从头到尾都在推高通胀 虽然细则还没有公布 但是帮助消费者应对通胀 和吸引外国人来旅游 都是在推高国内的需求 这就给了物价上涨的动力 另一边 计划还要鼓励企业涨新 而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到 美联储等各国央行最害怕的 就是薪资带动通胀的螺旋 如果日本的民众工资高了 那么需求也会跟着上升 而对于企业来讲 人工成本上升后 那就更有动力去涨价了 所以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政府到底在想什么 另一个让我迷惑的是 日本的货币政策 最近日元大幅度贬值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之前在分析欧洲央行的时候 就提到过 如果它不跟随美联储的步伐 那么美欧两边的利差就会扩大 导致资金流向美国 货币贬值进一步推高通胀 而日本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它不仅是唯一一个 没有进入加息周期的发达经济体 而且还在继续进行量化宽松 昨天 彭博就报道 日本央行提高了国债的购买量 把10-25年期的国债购买量 提高了1000亿日元 而更长期的国债 则提高了500亿日元 短期国债的购买量 也超过了此前的计划 那么为什么日本央行不打算跟着美联储的步伐呢 主流的解释是 日本的通胀是输入性通胀 它不是因为需求火爆所导致的 日本虽然是个出口大国 但大部分的原材料和能源都得靠进口 而因为供应链和俄乌的问题 原材料价格飙升 这才导致了国内的通胀 而不是需求过热 正因为如此 日本央行就担心 本来日本的需求就很疲软了 我一再加息 这个需求肯定更萎缩了 那么经济可能会更加糟糕 另一个让我更愿意相信的原因是 日本有着全球最高的政府债务 债务比上GDP高达266% 现在日本政府要拿出24万亿日元来偿还债务 而税收却只有65万亿日元 相当于37%的税务收入都拿去还债了 这个时候如果利率再甚高 那么日本政府肯定是承受不住的 而不加息甚至继续量化宽松的后果 就是日元暴跌 这就反过来继续加剧日本的输入性通胀 所以为了缓解这一情况 日本央行又要下场买日元 彭博的另一篇报道说 本周五日本央行就要有动作了 根据日本央行最近的资金流动测算 这次央行也许准备了5.5万亿日元去托住会市 也就是说日本一边在朝着国内印钱 另一边又朝着国外收钱 现在日本央行的外汇储备为1.2万亿美元 已经从年初下滑了11% 虽然如果要继续维护日元的话 短时间内还不至于出现什么问题 但目前的下滑速度已经是前所未见的 按照美联储目前既有的加息步伐 每日记者的利差还会继续扩大 日元还是有继续贬值的压力 而这个利差起码在明年还会保持下去 这无疑对日本央行和日本经济是个沉重的负担 万一日本央行的外汇储备下降过快的话 我们也许会再次见到索罗斯狙击英镑相似的一幕 而届时造成的后果将难以想象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谷歌的财报 昨天盘后谷歌的财报可算是大失所望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财报数据 财报显示 公司三季度的营收为690.9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05.8亿美元 每股盈利为1.06美元 也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25美元 其中YouTube的广告营收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只有70.7亿美元 这要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4.2亿美元 谷歌搜索的营收增长则只有4.2% 报395亿美元 只有分析师8%的增长预期的一半 谷歌的云服务算是本次财报唯一的亮点了 营收报69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66.9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7% 此前公司的CEO就说要提升谷歌的运营效率 并表示对于未来的经济非常不乐观 那时候分析师就已经下调了谷歌的预期 但即便如此 谷歌的下滑速度还是比市场预想的要快 在电话会议上 CEO就说现在是广告市场的一个艰难时刻 同样反映出广告市场大幅度下滑的 还有Spotify 公司在周二的财报当中就指出 现在的经济环境急剧挑战 严重影响了公司三季度的广告销售 Snapchat则在上周暗示 四季度的营收增长将为零 当时它的股价一度暴跌了30% 很显然现在整个线上广告业的日子都不好过 我认为这和不断增加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很大关系 当前美联储的加息效果才逐渐显现 这就导致市场上的需求开始减弱 而广告商是最敏感的 一旦他们预感到需求减弱 他们就会马上削减广告开支 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加息对于需求的抑制作用只会越来越强 所以我认为 这种线上广告业的寒冬还会将持续一阵 这对于谷歌来说必然会造成负面影响 不过宏观环境毕竟是短期影响 经济有弱必定有起 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 本次财报会不会对谷歌的长期逻辑造成影响 就长期逻辑而言 我们要看谷歌的两项关键业务 广告和云有没有变化 广告业务的关键就在于谷歌所能带来的流量 而谷歌在搜索领域的统治里 还是无人能够撼动 市场份额长期保持在80%以上 2022年的6月更是达到了92% 这就是谷歌这家公司的根基 如果搜索的统治地位没有变化 那么只要加息周期一结束 广告支出恢复 那么谷歌依然能够王者归来 另一边 云业务也保持稳定 本季度增长了37% 增长率和微软的Azure不相上下 虽然比之前的40% 50%要低 但还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长期处于市场的第三名 高于行业平均的增速代表着 随着云业务的发展 谷歌云的市场占有率会逐步提升 本次财报也显示 云业务的亏损正在逐渐降低 本季度 云业务在69亿美元的营收当中 亏损了7亿美元 而一季度的时候亏损了9.3亿美元 但那个时候的营收却只有58亿美元 代表公司在转化增长的投资效率有所提升 云业务本来是个利润率极高的业务 现在的亏损只是因为谷歌在增长上发力的投资 它的盈利能力依然是很强的 所以这么看下来 我认为谷歌的长期投资逻辑 并没有受到本次业绩不佳的影响 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 最后我们再来快速看一下 今天盘后Meta的财报 财报一出股价就大跌了18% 财报显示 公司三季度的营收为277.1亿美元 小幅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73.8亿美元 每股盈利为1.64美元 大幅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89美元 日活用户符合分析师预期为19.8亿 月活用户为29.6亿 也基本和分析师持平 但用户单价低于预期 公司报9.41美元 而分析师的预期则是9.83美元 这说明公司的变现能力不如预期 本次财报的指引也相对令人失望 公司预计四季度营收会在300亿至325亿之间 而分析师们的预期则在322亿 虽然指引上限超过了预期 但整体还是在下滑的 而让股价大跌的关键 就是公司在元宇宙的投资 财报显示 公司的元宇宙部门 Reality Labs 营收直接砍半 只剩下2.8亿美元 而亏损则继续扩大 从去年同期的26.3亿美元 到了这个季度的36.7亿美元 这个巨额的亏损 也让Meta的运营利润率 从去年的36%下滑到了20% 但即使如此 公司也没有掉头 财报中称 预计2023年 Reality Labs的亏损 还将继续大幅扩大 阿基认为 在现在的环境下 广告业务本来就不景气 公司还要继续投资元宇宙 无疑是雪上加霜 元宇宙本来是个概念 现在也没有任何成熟的盈利模式 即使在宽松的环境下 也风险巨大 更何况是当前的紧缩环境呢 所以我想 在可见的未来 只要元宇宙还没有出现 清晰的盈利模式 我可能就不会考虑投资Meta 不知道各位观众 你们怎么看呢 财报既已渐入高潮 阿基将会给大家带来 各位观众最关注的公司财报 如果我没有覆盖到 你关注的公司 你也可以在 富途Momo中找到一些 你感兴趣公司的财报信息 如图所示 在市场板块中 进入业绩解读界面 就会看到众多热门公司的 财报分析 可以找到财报速览 回看电话会议 以及研究大咖观点 富途Momo正在举办 10周年回馈用户活动 美国新开户用户就送股票 任意入金就送10美元现金券 入金100美元即可免费 再获得4股股票 入金2000美元就再送10股股票 澳洲用户也有多重福利 任意入金同样可得10美元现金券 入金100澳币可获得一股腾讯股票 参与答题可获得50港币现金券 详情请点击下方置顶评论 阿吉不为任何券商背书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明天就是亚马逊和苹果了 大家别忘了关注哦 宏观方面 还有周四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和周五的PCE数据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请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持续输出不易 阿吉需要你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